太乾的話,我是怕說會到吃到半,會噎到,然後吃一半就吐出來 反而見長處就很難看 對對對,所以我就準備茶嘛 然後另外就是也特別挑比較濕的部分 所以顏色看起來就比較深 所以你自己從來也沒有研究過牛糞是長這樣 對對對 沒有,我大概知道牛糞長什麼樣子 可是對啊,就是沒有 也沒想過它的口味 對,沒有真的仔細看 也沒有真的去想過它的吃起來什麼感覺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所以我吃第一口,然後要吞下去的時候其實就有點像嘔吐 對,也不會後悔,就是覺得有點像嘔吐 因為咬的時候就是那口感就是真的蠻奇怪的 軟軟的,然後有點那個對 然後在吃的時候是不太有什麼特殊的味道 對,可是吞下去的時候就是 因為它好像是有點像泥巴的這種感覺 要吞的時候就是會有點噁心 然後吞下去之後就有一些味道就是 就有那種氣味 對對對 那不過 對啊,就是因為 就是趕快把它吃完嘛 所以其實也沒有太多那個 其實因為你那個很快,大概一分鐘 一分多鐘就把它吃完 對,一個是想到整個影片 對,你說有蟲把它挑掉什麼 你不會覺得說這樣的東西其實是 你那個時候到底心裡面在講什麼 沒有,我講說有蟲把它挑掉 那個部分有剪進去 只是沒有拍那個蟲 長什麼樣子,沒有特寫它 對,因為沒特寫拍到就沒辦法重來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是說 說可能牛肉乾 對,是牛肉乾 其實大家看那個影片就是 我講完話之後 然後咬下去 然後就出現字幕說 你不要以為還要選擇 然後接下來才是繼續吃嘛 那也有人就說 你為什麼不直接一進到底 就是你這樣拿 講完話就直接打換了 對,對 因為 其實這個是一個意外 就是 那個 那一段的影片正好是有點 壞掉 對,就是變成 有那個很穩 然後有嘰嘰嘰嘰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 本來我在現場 我是跟那個 因為在總統府前只有兩個人 因為兩個人就不構成集會遊行的問題 對啊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去 連這個都想進去 對啊 因為那時候其實要去的時候 這影片裡也有講嘛 就會說 會不會有憲兵啊 會不會不敢 對對對 所以 我那時候本來跟他講說 如果有問題的話 要不要再去買一個漢堡 然後再來做一遍 可以重吃 對對對 可是 後來那個 因為 其實本來大家可能 我們自己也都覺得說 有點 有點好笑 好玩 然後是想說用什麼 細虐一點的方式 可是 可是等到真的面對一個 牛糞漢堡 然後他拍我 把他全部撕下去之後 其實 就是說 心情就有點沉重 所以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不用不用不用 他說那裡就放字幕上去 或者說什麼 然後再結 看起來不會 就用一個效果 對對對 不過 其實後面吃的部分 也是看到 就是還是有 還是有 對啊 而且吃的時候 在咬的時候 都還是看得到 就是那黑色的那個 牛糞 對 其實昨天 我插話不好意思問了一下 就是 因為昨天管閉林立偉 他看到你的影片 當然就 忍不住哭了 那我比較好奇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連一個外人 看到這個影片都會掉淚 那不曉得你的家人 看到你的 有看到你這個影片嗎 那他們看到之後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對 我昨天就一直很好奇 就是 我媽媽都一直沒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前一天去拍 然後晚上連夜去撿 就在那個 你也沒有跟家人預告 對 我都沒有講 就放上去了 然後 後來下午 開始有 電視台來打電話 那我想是奇怪 都沒有 然後一直到昨天 大概九點多了 我就 要回家之前 我就先打電話回去 想說看看 到底 我打電話給我媽 然後說 你有沒有看到新聞 然後她就說 有啊 你吃死 因為 然後 對 然後但是 後來我回家 我媽也是 以為說我是假的 就跟我講說 欸你是不是 吃 吃假的 對啊 就是說你 他踢爆說 你吃假的 什麼的 對啊 然後我就說我是吃真的 那你媽相信嗎 對啊 然後我媽就說 蛤你真的假賽 不過她就沒有講什麼 對 因為我媽她其實沒有看到整個影片 她是看新聞 新聞只有片段 對對對 她是片段 然後我也沒給她看整個影片 對啊 然後我媽就說 蛤你是吃真的喔 對啊 就這樣 那她為什麼會對我 去吃這個 然後撥上網 因為我之前其實就是也 你也參加過很多事 包括熱針 包括很多的故事 所以她就也不太會驚訝 所以 而且她就是真的 她以為說我是吃假 對啊 所以我回去她說 哎呦啊 什麼舊媽 什麼打電話來講啊 她也跟著她講說 那應該是吃假的啦 對啊 對啊 所以 所以其實這你的家人 很可能 在你經濟圈已經有傳開來了 對啊 很可能 說吃假的那個消息來 有什麼就我嗎 對啊 但 其實她因為我都沒有跟她講 所以她也不知道 然後 所以說你 你 因為剛好也有網友問到 就是說 你有女朋友嗎 女朋友之後有親你嗎 然後 敢聽你嘛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從你吃完之後你刷了不好吃牙 對 漱口啊刷牙 你這樣做什麼 你做了什麼衛生工作 對 其實是有點恐怖 就是我 吃完之後 然後我那天其實都沒吃其他東西 不敢吃東西 對 就喝咖啡還有蠻牛 因為後來晚上就在剪片奧映 然後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然後 中間有小睡一下 大概兩三個小時 然後 然後 就PO上網之後 就趕快 上個媒體去跟人家講說 幫忙看一下 對 所以後來一直到 其實到昨天下午才發現 然後中午也沒有遲 昨天中午也沒有 到那天下午 才發現說 其實我 還穿那個那天的衣服 而且我其實也還沒刷牙 所以你昨天接受訪問的時候 是沒有刷牙的狀態之下 對 所以那些記者沒有感覺到有異味 沒有啊 對 所以其實吃牛糞不代表會口臭就對了 對 你用人體證明了就對了 但是你沒有女朋友 對現在沒有 所以你要徵求嗎 就是說跟你一起研究牛的一些構造 沒有 我覺得 對 這個 還是回想到一些難過的過去的回憶 所以 朱正琦他現在沒有女朋友 那就是說 不是要生婚 這個是說 就是說 大家不要去懷疑說 他那個女朋友可能會 還是因為這樣分手 所以會難過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我覺得 對阿 這個 我是 覺得其實這 這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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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這其實 並沒有大家想著說 這麼可怕 對 但很多人會講說有寄生蟲 或什麼 你要不要 之後可能要檢查一下 如果真的有寄生蟲 我覺得還好啦 就是 我覺得這絕對是 真的是絕對比美國牛 也比狂油症 對 來得安全 就是 其實如果真的發病兩個禮拜 就可能知名 對阿 那其實我 應該是可以 如果沒有意外 我應該是可以 很健康 而且其實我一直到昨天 受訪問的時候 其實幾乎沒什麼睡覺 對阿 那大家也都沒有發現 有什麼異狀 對阿 所以其實順便吃牛飯 還對阿 就跟喝滿牛一樣 所以像昨天晚上 傍晚那個時候 因為你影片上傳到YouTube上面 對阿